我現在就是專心的把目前防疫的工作做好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桃園是收治了全國四分之一的病患 25% 223位的確診病患在桃園 還不包括疑似病患 隔離病患 那部桃責任也很重 他收了114位 占了全桃園一半 所以我想要給桃園的醫護團隊最大的支持 那其實我們還有國境的防疫 還有社區的防疫 像社區防疫其實我們責任也很重 我們有四個集中檢疫所 那很多足跡也在桃園 那當然足跡也有不限定在桃園的 那我們也是做了很徹底的 包括疫調 包括隔離 包括消毒的工作 那我想現在是防疫第一 我們一切以防疫為主 我們一切以防疫情 我們有來的 我們希望能夠 先進入 回家 因為台中的暴力 今天快點 到台中的暴力 發熱 我們看 我們還是有 controlling 發熱 我們 我們 然後 找 那個 我們 從